近期一场苏珠车展引不少网友关注 当然 新网友的目光可不是炫酷的车 而是豪车旁边肤白貌美的纯玉女神 她一袭淡绿改装旗袍 更显纯红齿白 她因蓝色战袍火遍拳王 因线下生徒备受网友吐槽 更因谄媚男性 引发不少女权主义反感 如今的她一雪前耻 王者归来 获得无数网友一致好评 本期榜榜给大家聊聊 纯玉女神 一宿小沙子的黑红之路 一宿小沙子网传真名徐一沙 199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 早期的她是瑞丽杂志签约模特 后来她转头趴皮匠 旗下趴皮吐步 入驻抖音的一宿小沙子 主打可爱风 常常扮演日语老师 与制服少女无缝接换 至于其微笑软蒙日语 让不少网友心动 还有网友认为她是日本人 其实一宿小沙子是浙江工商大学 日语专业硕士毕业 因专业影响 一宿小沙子讲起日语 也是格外呆萌 视频一直不温不火的她 果断转变视频风格 走起纯玉性感风 才算找准自己的定位 将青春脸蛋 与丰满身材展现极致 不过随着热度上升 一宿小沙子作品一直备受争议 她多穿紧身家居服出镜 明明什么都没漏 却能给直男无限遐想空间 备受男粉欢迎的同时 也引发不少女粉的反感 认为她谄媚男性 制造身材焦虑的不在少数 她的很多文案带有深层的含义 引发不少女权主义对她的不满 而网友对小沙子的身份 也有着各种猜测 两个孩子的夸张言论 也是愈言愈烈 直到一期 蓝色战袍 让她一战风神 才扭转局面 随随便便扭动身体 却让无数男粉废之疯狂 成为无数直男心中 不可替代的女神人选 一周就爆炸男粉200万 蓝色战袍爆火后 小沙子也尝试了 相同款式的不同颜色 但不少网友也是纷纷表示 蓝色战衣才是永远的神 自此 小沙子也找到了流量密码 那就是将纯一封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 离开了美颜绿镜 于特定角度 女神有泯然众人的时候 在五月份时 有网友晒出电梯中 偶遇的一速小沙子 无美颜无绿镜的她 与视频判入两人 网友们也是直呼认不出 正当吃瓜群众认为 她是女照片时 一速小沙子在十一期间 苏州车展的完美亮相 扭转了大众对她的印象 多少网红献上女神 献下大妈 露一次面翻一次车 这次的一速小沙子 在一众安保人员的 前户后拥下 惊艳亮相 此次线下活动 网友们对她的印象 竟是情一色好评 模特出身的一速小沙子 颜值和底子 扛住了网友360度挑剔 在一起绿裙的震脱下 更显肤白冒霉 路透生涂也惊艳了不少网友 不过鸡蛋里挑骨头的网友们 也是调侃 微胖借颜值添花板 一速小沙子也在短视频 自我反省 打算减肥 粉丝们直接就不乐意了 胖什么胖 是你在我心里的分量又重了 其实 邦邦以为 女孩子有点肉 真的没关系 看蓝色战衣的爆火 就该意识到 漏斗型身材的绝美 凹凸油质才是王道 身形恶挪 身材窍窍 是称赞一速小沙子的 最佳形容词 不需要太多的动作 需要造型 只要安静静站在那里 就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 而作用数百万粉丝的 颜值主播 一眼一行 都会被人无限放大 虽然说有些言论 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但还是希望网友们 能避免争议 拒绝擦边球 认真输出原创作品